欢迎收听一天听一点 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准时为你更新 结合心理学跟生活的真实运用 每天陪伴你进步一点点 如果你每天都想要有所进步 那就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常常有从事业务工作的朋友问我 我要怎么样去判断我的客户正在释放购买讯号 如果能够捕捉到这些讯号 适时的提出缔结成交的邀请 是不是成功率就会有效提高 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如果是建立在对方释放出来的讯号 好啦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对方到底释放了什么样的讯号 是购买讯号呢 如果再往前推一点的话 那你有没有习惯去捕捉对方的讯号呢 如果你的客户释放出这样的讯号 你就可以尝试缔结成交了 这个讯号就是未来式的疑问 什么是未来式的疑问呢 就是当他开始提出那些要购买之后 才会发生的问题 那就代表在他的心中已经开始考虑 是不是要买 是不是要跟你成交了 这些讯号可能有哪些呢 比如说第一个 他开始问价格了 其实如果一个人不想买 他连价格是都不会问的 当他开始询价 确认这个价格是否合适 是否可以打折 能不能分期付款 如果团购有没有优惠 这些讯号其实是对方已经开始准备要购买了 而第二种未来式的问题 就是他开始在确认是否物超所值 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想要比价 都会想要评估CP值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行为 所以当你的客户开始拿出计算机 或者是打开手机的计算机 他开始评估这个价格是否合理 是否足够经济实惠 这代表他也快要决定要买了 而第三个未来式的问题就是 他开始在问要怎么付款 可不可以分期啊 能不能刷卡啊 当他开始问这些关于付款 关于成交流程的细节 如果是B2B的话 他开始在问那票期要多元 或者是要分几个阶段交货 这也代表他开始在思考 买了之后要怎么样安排后续 而第四个未来式的问题就是 他开始在确认商品什么时候可以送达 如果是用邮寄的方式 货运的方式 那他都会想要知道多块可以收到 像这一类的问题也是属于未来式的问题 所以呢 以上这些讯号都是你的客户在向你释放 他已经想买了 然而我回想哦 当年在做业务 特别是当业务主管 在带一些部署的时候 我在旁边观察哦 他们的业务流程 有时候真的会让我昏倒 就是他眼前的客户已经用他全身上下包含他的问题 再释放出我已经想买了 但是这位老兄啊 这位菜鸟业务啊 怎么样就是不拿出递解的订单 怎么样就是不敢明确的提出邀请 你是不是先签约 你是不是先买回家试试看呢 这些话他怎样就说不出来 我想哦 除了害怕拒绝的心理因素之外 很多人可能对于销售 或者是我们销售自己的观念给别人 都有一个很奇怪的迷思 那就是啊 对方又没有明确的说 他要我怎么可以应推呢 有一句话这么说 虽然有一点戏虐 这句话叫做 凡顾客者皆归毛啊 你想想看 你我如果是当一个消费者 你会在哪一个业务员面前 明摆着说 我要买 来吧 卖给我吧 应该不会这样子吧 多多少少 你自己也都会稍微藏着躲着 有一点油爆枇杷 半遮面 其实多数时候 当我们是消费者 除非眼前这个东西是 你不买 你可能会有很大的损失 或很大的危险 否则啊 我们也不会这么明显的 告诉我们眼前的业务员说 我现在就是要买 快点让我买 是不会这么做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一个业务人员 好吧 即便你不是业务人员 但是你需要销售你的观念给别人 那么这个时候 除了今天谈到的未来是问题之外 我很鼓励你哦 你一定要练习 学会 怎么样把你的眼睛 耳朵 你所有的感官打开 因为事实上 一个真的想买的人 他会在全身上下 有很多讯号 包含语言的 非语言的 那么如果你想要有效的学习 这些讯号怎么样判别 特别是那些没有说出口的 言下之意或言外之意 并且进一步的引导对方跟你达成共识 完成交易的话 我会很鼓励你 请你务必要把握 我在7月4号开课的实体课程 高难度对话的忘问切 这门课就是用有系统的方法 让你学会 怎么样透过观察对方行为的变化 他的表达模式的变化 去了解他内心真实的倾向或看法 并且透过有效的问句 去引导出必要的共识 尤其是我很强调 其实共识的引导 绝对要避免不必要的后遗症 有些说服术 有些说服技巧 它最大的危险就在于 可能你的对象 当他哪一天回神之后 他反而会给你很大的负面评价 那么这样子是不好的 我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都有需要跟别人达成共识 然而你想达成的是哪一种共识 让别人事后觉得 你在框他骗他 用话术来请君入奥吗 还是你希望创造出 让对方觉得跟你合作 是一个比较有利的选项呢 如果我谈的正是你要的 那就请你把握 我们在7月4号开课的 高难度对话课程 在我录音的这个时候啊 这一门课的名额只剩下无位了 所以期待你把握 这最后也难得的机会 也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除了YouTube之外 我们也有Podcast的频道 你可以在Podcast的运用里面 搜寻起点文化一天听一点 除了一定要订阅我们之外 也请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 我们需要你行动的支持 然而如果你对于 起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 有兴趣的话 如同今天最后提到的 高难度对话课程 我们在每一段影片说明里 都有相关的连结 期待你的加入 也希望我能够跟你一起前进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到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